因为我们的财报要等到 今年的大概三月份 四月份还陆续公布 所以很多财报空窗期 大家对这种财报的容忍度 也相对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大家就可以去留意到 所谓的一个未来题材方向 那我们刚刚整理出来 就刚刚提到的 选后不管是有没有意外 政策落实的方向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关注到 像绿能军工生计跟网通 因为网通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政策题材 你不要忘了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拜登跟川普 可能还有点久 对但是因为时间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像过去在 我记得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 有蛮多人当时是趋压了绿能的股票 太阳能股票 那压了一些所谓的 可能就是ESG的一个ETF 因为后来拜登当选 真的这些股票很多是翻倍以上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不管是在台湾股市 或是在美国股市当中 其实你也可以根据着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的特性 去做一些相关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在所谓的元月份之后 台湾但短线上一些所谓的政策延续性的一些股票 我觉得是有机会 所以大家也会担心说 那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军工股有一些推动的作用 那美国总统大选题材 也是我觉得对军工股也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明年有很多的国防订单 要继续跟美国去采购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大家可以留到相关的题材 那再来就是说2023年大家叫做AI元年 那整个AI元年是集中在所谓的大模型 也就是说伺服器端啊 在这些所谓的晶片端啊 但我觉得到了2024年大家就留意到 AI会扩散到应用端 也就边缘运算这个区块 那近期大家都在提到AIPC啊 你看到我记得在2023年12月份 宏基居然涨了50% 我们大概也很久没有看到这样 对甚至我们有大概在12月中看到 应业达跳空两根掌停板 我说真的我在市场这么久 没有看到他有那种 一根掌停板封死的 所以代表说其实我觉得在2023年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这种大牛股飞天了 那现在关注就是说 2024年哪一些族群跟题材 有机会不敢说复制宏基一个月50%啦 但我觉得他也代表说 其实整个资金在12月份布局的方向 可能都是未来2024年有机会成长的题材 有哪些像刚刚提到AIPC啊 AI手机啊 AI眼镜等等 那在1月份有一些展览题材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到 像回来之后我们1月9号 就是CS大展 那到1月底的游戏展 那跟所谓的 刚好在元旦这段时间 国际车展 但大家不要只看那个所谓车模 其实有一些新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啊 就是说相关的电动车也沉寂了很久 对今年相关台股的族群轮动里面 其实我觉得电动车这区块 可能他也是相对威胁比较低的 都是在今年 大家可以留意到布局的方向 大概简单去帮他举这张股票 因为没有办法一一点出来看 我们看AIPC的部分 像人保宏基跟华硕 我觉得都留意到 但这张股票因为有品牌 我觉得他有一些额外加分的一个效果 那AI手机当然可以留意到联发科 我觉得有可能在今年联发科 正会达到 所谓外资讲的1200块的目标价 所以连带到带动到整个一个手机相关的区块 其实去库存啊 或说一些相关供应链 我觉得都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另外这样的一个高速运算里面 会带动记忆体的族群 会带动微麦克风的一个族群 我觉得都有一些所谓 更新迭代的一个需求 那再来大家不要忘记了 就是今年的2月份 我们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 这个库克 十年磨一件的MR头盔要正式发表了 所以我觉得2024年在所谓的MR头盔 AI眼镜等等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到 因为连那个去年圣诞节 我们的宏达电董事长王雪宏都说了 他未来所有产品都要将AI的功能 那其实宏达电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发动了一波的一个攻势 也代表我觉得其实在今年的新品题材里面 AI眼镜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那刚刚提到即将落幕的国际车展 当中我觉得充电桩 或者说车用二极体或者车用镜头部分 应该是在车用里面 大家可以去留意到后续的一个表现的